潘小宗 恐怖在线 哇 很开心 我们今天第一天进台 我是Rinky 我们各个演员都很兴奋 因为今天第一天踩台 每个演员都很兴奋 因为我们的门票 剩下少量的 如果你们不买 今晚我来找你 记住在城市售票网买 好 多时见 你敢不敢来 特别名借巴林市清热饮 及清肝明目饮全力支持 那个其实我人生中一个很坚的回忆 会不会关泰国事 不关泰国事 关印尼巴尼到时 我们也去过 我们拍戏也去过 她是领队 你觉得那边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不如就来这里吧 好啊 就来这里吧 尼嘉宜 好 蔡果如 那天 蔡果如 她说恐怖普通话 恐怖普通话 恐怖普通话 现在开始 其实这件事发生 差不多十年前 不要问我另外一个主角是谁 总之 我大约十年前 和一位朋友去巴里旅行 我们选的那间酒店 在山上 是否叫Ubud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是的 总之是巴里旅行 通常人住岸边那边 要么就是住山上边那边 山上边有很多大的宿泊 我们就选了其中一个 那宿泊就很静的 因为那里的几个宿泊 其实都很静 因为他们很强调 外国人不是很喜欢 不准看 即是没有电视的 跟外界隔绝的 也都收不到电话 没有电话 没有电视的境界 给你好像去洗滴心灵的地方 环境很舒服 我记得就是 其实一直没有什么 即是一个星期 你当是四五天 一直没有什么 直至到差不多 应该好像是临走的那晚 最后的那晚 我睡着睡觉 无端端有个好像肚子 那些样子的人 男士来的 按住我的身 即是睡着睡觉 即是肩是真人 肩是实体 她的样子是怎么样 我到现在都很记得的 就是好像土人 就是臉 好像面具一样 臉上白了 然后塗了很多彩色的东西 上身又是没有上身 但是画了很多油 下身不知道外面是什么 这样的造型 其实我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但是我又明白她在说什么 哦 意会 意会到她在说什么 即是她是基里姑 但是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他就是跟我说 他说 你个人的嘴巴真的很坏 哦 这么害怕 是的 他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然后我说你做什么 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 他是捏着我的脖子 而且很大力的 他也有在我上面 他有两只手这样按住 捏着我的手腕 意思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你有什么得罪人 他说你的嘴巴 你说话真的太过分了 那我就 咦 我做什么 我得罪了你的什么 我说普通话教学 是啊 我就是为 做什么 我为人民服务 我说话这么动听 怎会觉得我说话有问题 那是很有趣的 他骂完我 他说你知不知道自己犯什么错 你说话太过分了 那是很有趣的 那时候我自己当作做梦 初初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这几天我说什么 我说错什么 但是那时候我会涌现了很多回忆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那我又是真的说了很多坏东西 你骂了什么 那变成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个犯 因为回忆那几天我比很多犯 为什麽呢 因为在巴里有去过朋友 十年前是 现在我不知道 那时候他在街上 譬如在雜货店 士多那些地方的门口 有时候贴了一些海报 是脱色的 融融烂烂的 有时候有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明星相 那是男士来的 我回忆中 我衰多那几天 都是我印象中 都是男士的照片 譬如我在士多门口 那个海报 就脱皮脱骨 好像脱掉了 但是隱约是一个男士的海报 那我记得我说什么呢 就是我说 哇 我跟我朋友说 哇 好深啦 这些海报 那些外表的妆 还在表面上很白色 就是很舞台的感觉 我说 哇 这些人这么漂亮的 这些海报 还贴出来 那我说过这些说话 而且有时候在街上 其实挺相似的 所以我不敢肯定是哪一次 我亦有一次 看到别人駕鸟的吉普车 它后面不是有士兵胎 那他们的车套 那个套是一个 又是好像明星相似的东西 但又是很旧 一旦脱掉了色彩 脱皮脱骨 又是那些很漂亮的 还要头发长腸 那时十年前 即是F4都不流行 但是我记得说过一句话 我就说 哇 好深了 妆还比F4 哇 这些妆哪人化的 就是我说过这些说话 就是厚臭了 就是 因为那路真的有很多这样的肖像 我说过几次 我不完全知道是哪一次 但是他骂完我 我回忆中就回忆这些东西出来 你刚才看到的 只是恐怖在线部分的精华片段 想看完的话 很简单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1点半钟 登入admonpoint.com 就看完全部的节目 是免费的 但你也可以 自己下载 下载什么时候看 就什么时候看 这个就是一个月费 声音的25元 看视像的35元 任君选择 只要登入admonpoint.com 找到一个付款方法 你就知道如何付钱 很简单 有paypal 支付宝 银行入宿 甚至上来我们 太古人夫七楼付钱 都可以 不要想太多 立即行动